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惯了每个星期二都要一起去学多些关于财经方面的知识 继续有教你做师傅的环节 有我要做股神的施弘毅Grath Sir 你好 请 大家好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京同海浪之后 希望这个星期大家就稳稳稳稳稳 不过有时如果市况剩下来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挺好的机会给我们想想 究竟之前做的一些部署 是否适合现在的时代 因为有时波动起来 你是走位走不及的 心已经很乱了 今个星期延续回来 之前曾经都说过 加息周期之下 其实自己的资产配置 是要重新再组合过 要灵活一点点 由这方面着手 现在大家都说了 其实正式已经进入加息周期 买什么好不买什么好 我们的钱应该怎么分呢 我看到你今天都着重教我们 何包就得这么多钱了 究竟放在哪里好些 分享一下吧 其实因为我们都比较担心 人的肉眼就是很敏感的 即是你几枝阴竹就是想沽了所有东西 几枝阴竹就是想追回所有东西 其实我们放后一点看 无论股市如何变动 其实加息周期都是一个方向 整个加息周期是加 要是减 其实现在这二十年来说 策略越来越稳定 由这个隔路开始 其实是加息一年寸价 减息一年寸减 那之前是不是很不稳定呢 其实1955年 六几年 其实都很稳定的了 所以如果加息周期 是等于有一系列的资产配置 配置的话 其实加息周期方它只有一个 那资产配置方它只有一个 那你不会因为几枝阴竹 跌穿250天平均线 就卖了一些楼和车位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需要 可以短线投机一些 但也都可以整个仓 可以放长线去看一些 就不能互相影响 就是资产配置就是长线的部分 当然 虽然有时那些人就会觉得 历史始终是过去了 都不知道对不对用的 不过有时就是 由一个历史的数据去看的话 都有它少少的参考价值在 尤其是对一些 就是投资年龄比较短一些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入场的时间比较少一点 很零 是的 都真的需要参考一下 就是那些前辈怎么做的 前辈 那我问一下你了 就是你刚才都说五几六几年很远 说近一点点 不过都去到1988年 其实美联储当时的 息率都高到九里流上 其实有一样东西都飙升得很厉害 那时候就是油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当时的加息周期 其实历史是要做参考的 如果历史不重复 根本我们没有东西学的 历史是一定要假设它 某些人会重复去做 那当时呢 其实我们看回 加息周期的时候 原油价格一定会去 其实有个关系会上升 但是80年左右一次 会升得比较急些 但是因为那时候 是经过一些比较严重的 油价大的波动 其实就进入了历史书里面 大家可能只记得百多年一次 其实在每一次加息周期里面 其实那个美金当它进入加息 其实环球带动的经济的机会 都是很大的 当环球经济的带动机会大时 对石油需求也增加 石油其实长线来说都会上升 并不是说 方刚刚说的 石油90%用美金结算 美金上升 即加息也要美金升 美金升也要石油跌 其实你看长线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是一个资产 我们都可以留意着石油 其实是带动和经济有关系 所以加息和石油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如果说到最落实的 要自己去想 究竟资产组合里面有些什么 其实之前都说了 譬如房地产是一个选择 股当然也是一个选择 还有一些债券 也是另一些选择 还有商品 这四样东西 即这个饼子 应该分在哪里 比较多些 其实都很适合 当然这是一个一系列 我想一个中的东西 但起码给大家一个看法 大方向 我要知道有配置这件事 其实我们有房地产 比如我写房 房 股 然后商品 还有债券 我第一件事 其实应该最容易搞到债券 其实因为在加息周期内 特别是你买环球债 特别是多美国成份的债券 来说 其实一些公息 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公息 比如在债务市场来说 当息加的时候 其实债券价格会下跌 除非你每次买完债券 一定持有30年10年 等它到期的话 否则价格下跌 都未必足够 你把息率盖上 就是一定要知道 这件事 就算盖得到 我觉得也比较不值 因为加息是等于 资产膨胀期的 多实在一个证明 联储局不会乱加息的 如果你不是有数据 你炒到脱了 拿了身家去炒 投机性很厉害 其实它不会加息 如果是的时候 其实债券价格是很不吸引的 我觉得适当进取的观众 其实投资者 不应该放在债券 做一个大的部署 要小心 我觉得会多一点 其实我自己一个个人 一个参考 其实经济周期膨胀 对这两个是最有利的 房地产和股票 所以我自己都会大概五五分布 就是我自己会房地产五分布 但是银得很长 就是你每炒的车位 房地产包括车位 铺租这些 铺位 股票包括港股 美股 商品就能够出入市 可能有什么大市 FOMC 或者市大还行 或者黄金 石油 拿去避险 或者做一些投机 一些投机性活动 你的组合就会更有趣 活潑 你的手不会那么痕 如果你不玩商品 即是不用定了在这里 整年都不能再动 是的 因为你不玩商品 人的手一定会痕 你一定会找股票去痕 有些股票不是被你沽 不是被你不停炒卖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配置 当然 刚才你说一半一半的时候 但是也要记住 还有一发的子弹 是随时要用的 就是轻装上阵 可以很少 但是不可以没有 但是想问一下 那为什么房地产要放进去里面 因为现在其实 无论香港也好 美国也好 大家一说加息的话 就怕供楼方面的压力大了 很多官方的声音都说 大家买楼的时候 要想真一点 要衡量自己的 又是那一句 可以承受的风险能力 量力而为 究竟是买了的 不要动 不要放了它 还是未买都还可以想买不买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 我自己中间也做过很多研究 20年来说 最初真的 或者到今天也是说 加息对楼宇的升幅 其实也会非常负面影响的 因为你真的加了息 例如你加0.25 那我下个月的按揭 的确是加多了那个息率 的确大了机会 要去做那个mortgage 其实有机会令到楼市下跌 其实有 我想那个故事怎么解读呢 其实我们自己 怎么解读 完全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市场的发展是怎么样 你可以看回中原指数有机 有时以来 成立之后 到现在 大概经过三个大型的加息周期 90年代尾的时候 97年升到去 放入银行里 加到10厘 即是放入银行里 有十多厘利息收 十多厘利息 这些公司也继继续跟加息向上 原因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加息是因为经济周期向上 如果我加0.25 可能我自己本身人工升幅都不止 都过了0.25 所以如果现在加息加2厘利 过去美国的这么多年 其实不要说五七年 三年 我想美国的平均薪金都不止加2% 所以你正投放的资金 你真的有机会多过加息的问题 所以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能力的 或者真的去到边缘想破产人 可能加息会影响到 大致的市场都是会继续买楼 因为我真的需要去用到的 特别是香港的市场 我们要留意房地产是正向的 当然这是一个长远的题目 因为其实Grad也说到 究竟能否承受得到加息的能力 其实之前已经说了 如果一直都是只是循序漸进 每次加息的幅度都是四分一来 去计算的话 其实都说最少 起码加两次 就是本地银行来说 才会对部份的市民有点影响 好了 除了房地产之外 也看看股 美股、港股、中国股市 应该怎样分呢 就是饼子当中 它都占很大部份 但是需要再细分在哪个市场 其实都会的 当然我们可以录一集再说一次 其实A股我会买一点 因为不同市场的文化会影响 这个就是A股 这个就是A股 因为不同市场文化 都会很影响你的价值投资 那我们不敢参与 但是要试一试 剩下可能是一半半 H股 或者港股 不要说全部H股 港股 因为大家落 大发局都会留意 美股都会割分 因为这边是成熟的 这边是看新闻多些 所以两边我觉得 都是要在组合到有帮助 会帮到大家的资产调配 好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师傅的做法 再对比一下过往历史当中的故事 看看可不可以帮到大家 想想 未来应该怎么做一个新的资产组合 谢谢Greg 下次跟你说下其他不同的话题 谢谢大家